11月18日 日本与韩国方面军表示 朝鲜当天再次发射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 日韩初步推测朝鲜所射导弹为洲际弹道导弹 日本防卫大臣则表示 这枚导弹射程足以到达美国领土 日本防卫大臣宾田静一18日表示 朝鲜当日发射的导弹足以到达美国本土 最远射程可达到1.5万公里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 18日早些时候表示 朝鲜当日发射的导弹为洲际弹道导弹 导弹到达的最高高度为大约6000公里 飞行距离为大约1000公里 日本防卫省18日公布了一段视频 该视频是在日本F-15战斗机上拍摄的 拍摄地点未公开 韩国和日本官员都报道了这次发射 一天前朝鲜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小的导弹发射 并警告称将对美国加强其地区安全存在 做出更激烈的军事反应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日本、韩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领导人 18日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 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谴责了朝鲜的发射 韩联社称 朝鲜17日已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是朝鲜自本月9日之后 时隔8天再次发射短程弹道导弹 18日朝鲜再次射弹 截至当天 朝鲜今年共发射弹道导弹35次 发射巡航导弹3次 18日是朝鲜在韩国尹西越政府成立以来 第25次发射导弹 共同社17日报道称 朝鲜发射导弹可能意在对日美韩三国的会谈进行反制 日美韩三国13日在柬埔寨举行首脑会谈 并通过联合声明强调推进安保工作